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优秀的模式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 尤其初创的时候寻求单一简单最重要 我们最怕碰上一个人说我有这鸡 这鸡会生一个蛋 这个蛋将来会变成这鸡说不定再生鸡 鸡以后变成奥斯卡的金牌鸡 然后越说越悬我们就越跑越远 学者型的创业者是从宏观推向微观的 宏观大势非常好 根据这个大势我一定能产生出来 那有的时候大势好未必是你好 你好未必是大势好 很多创业者往往从微观推向宏观 绝大部分的创业成功者 都是因为发现客户的一个需求 然后发现一群客户的需求 把它去创造出来 创业时期千万不要找明星团队 更不要找成功者在一起 就是已经成功过 或者非常成功的人 跟你一起创业很难 所以创业初期要寻找那些 没有成功 渴望成功 平反团结 这个共同理想的人 创业要找最合适的人 不要找最好的人 豪华团队往往就不愿意做 那个细节工作 我以前经常讲这个 让我投资五个NBA组成的公司 我一定不投 因为五个NBA在一起讨论 谁当CEO都有半年好讨论 创业者往往是一个开拓者 创业者最大的快乐 就在创业过程中去学习 去提升 所以很多时候是创业者 因为自己搞不清楚而去创业 等你都搞清楚以后 可能就不去创业 二十年代的人 千万不要跟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人去竞争 要跟未来竞争 这样你才会有赢的可能性 永远不要让资本说话 让资本赚钱 所以让资本说话的企业家 我觉得不会有出息 但是重要的是 让资本赚钱 让股东赚钱 如果有一天你拿到很大的钱 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做你认为可以创造价值 可以让别人持久赚钱的想法 我想有一天资本一定会听你的 所以一个正确的制定战略过程中要说 首先要做正确的事 再是正确的做事 你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事半功倍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你后面做的再正确 你死的越快 这两个千万不要颠倒过来 有些病怎么藏也藏不住 它会出来 只有正是自己 你才能走得更远 感谢观看